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在說什麼是解決方案 有什麼平台 有什麼武器 怎樣去解決這些問題 其中一個最大的盲點 或者是樽頸位 其實現在做這些事情 大部分應該是政府要領導的 只不過現在政府要做的時候 就給了下面的人做 其實我自己看法就是 其中一個方案就是 最近我們談到 不如成立一個綠色的公共事業機構 這個是針對現在 比如說廚餘也好 垃圾回收也好 其實是有一些機構 你當它在外國來說 是變成一個政府的一些機構 不過是全面去做的 好過現在 每個人做些不做些 有些就有資金 有些就沒有資金 有些做到一半已經玩完了 其實在過去的十多二十年 都是這樣的情況 反而政府其實可以做一件事 或者是跟一些商業機構 現在我們自己 跟很多不同的機構一起談 就說不如做一個這樣的大的機構 是真的全面去看那十八區裡面的東西 就不是說 因為一個區裡面 其實香港很過癮的 整個城市的設計 因為每個單棟式的房子都很多 很多人在這裏住的 那些屋邨 其實就是 怎樣去把這些人口 怎樣去疊 因為現在牽涉的東西 牽涉回收 回收業 不過Albert剛剛說的一件事 都挺inspiring 他剛才說的一件事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誤 他用公共事業這個字去形容 即是說 不是單純有一個部門去處理廢物 而是說整個流程 你剛才說那個流程怎樣做 怎樣可以滲透性 我們在說這種類似 港鐵 港燈 中電那種形式 不是小規模組 而是說 找一個大型的公共事業 所有的廢物處理 就是一個大型的公共事業去做 當然裏面可能要吸收Albert的經驗 吸收你們的經驗 然後就 原來要做到這樣形式的 源頭減費兼善用廚餘 和一些未用的食材的話 其實是有整個公共事業去做的 是不是這個意思 而且最主要的一件事 它不是分開了你說廚餘就廚餘 根本是說全香港的垃圾處理 如果你說有一個這樣的機構 因為它要有政策 和有所謂mandate 去支持它做這些事情 就是好像你剛才說 現在公共事業全部有了政策的支持 有了支持的時候 做事就方便清晰 如果一旦有這樣的企業出現了 或者不是社企 可能也是社企 大型的公共事業 其實大型公共事業 就是將社企的廣度很大 那就變成不是一個單純 一個儲造的適食香港運動 你想想兩家電力公司叫人坑電 還有一間大型處理廚餘公司 叫人攪拭食 那個感覺是一定比單純 由環保處和環境局做powerful很多 這個牽涉著一個大規模的政策 我覺得這個答案可以再轉心一點 我們頭一頭回來 就談談這個我們叫綠色政治 談談綠色政治